一連串的新聞帶您關心 中部新聞頭條報導 國民黨立委蔡正元的罷免案 結果今晚出爐 總投票人數為79303元 同一票數為76737票 而不同一票為2196票 投票率僅近24.98% 罷免案沒有過關 我們立刻連線現場記者 韋彤 說到著目的蔡正元罷免案 今天投票 從下午4點開始進行計票 作業 由於這次的罷免案門檻極高 需要達到50%的投票率 也就是超過15萬人上街投票 才會過關 而稍到中選會已經發佈 這個大約投票率約為兩到三成 也就是形同破局 而立委蔡正元也發表看法 連蔡正元競選對手 李建昌 黃珊珊和徐國勇的得票數 都不如 我在內湖南港的得票數 將近12萬 你要罷免我至少要超過12萬 才合行合理 在今天的投票結果之中 高達96.76%的人贊成罷免蔡正元 其中一共是有76,737人 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2月14號這天 因為台灣的罷免法制 投票率沒有過半 所以藍委第一名的蔡正元委員 沒有被罷免成功 蔡委員有信心在港湖區舉辦一個 對他個人的信任投票嗎 那個信任投票會超過11萬嗎 所以我認為蔡委員 面對今天這樣的投票結果 不要因為不合理的罷免法制 而導致最後沒有過 在那邊沾沾自行 那我只希望說他在未來一年 直選的行使的期間 能夠更虛心一點 最起碼不要再做一些 狗皮搗灶的事情 造成更大的危害 好 那麼現場志工難掩失望 忍不住哭泣 因為有非常多民眾 仍在現場聚集加油打氣 戈蘭委團隊強調 活動不是失敗 卻受限過高的罷免門檻 但未來還將繼續推動 罷免法修法 以及戈蘭委計畫